西桓发生伤人案 今日18日下午30许 警方接获报 只位于西桓皇后大道西484496号的山道麦当劳有名职员发生争执 其中一人情绪激动持力刀灰 斩伤对方头部后夺门而出 大批全副装备的警 手持盾牌在场搜捕 最终拘捕涉案男职员 正待西区警署调查 至于伤者清醒宋玛丽医院救治 发原因仍待调查 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处理 本正救事件向麦当劳查询 消息指 伤者为麦当劳 李 今日下午与一名职员在厨房发生口角 其后 援手持力刀追斩 经理走壁不及头部中刀 满身 血 现场所见 地上一下大滩鲜血 其后多名时刻 职员上前协助及报警 而涉事麦当劳 易落半闸 停营业 星岛申诉网100集诞生之 我最喜爱 片票选 由6月16日至6月30日 玩游戏赢取总值超过10万 赴礼品 立刻点击投票星岛头条 App 今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